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畸形的关系 说明王家之对易先生有了欲望 甚至在第三场床戏有了爱 他旁边就是易的手枪 而且已经用枕头捂住了他的脸 这时王家之是可以杀得了他的 易也意识到了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所以他哭 他发现自己舍不得麦太太这个角色 这在书房那场戏也有很明确的表现 他担心易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会不会很快就对自己腻了 到底是出于怕自己耗在任务里没完没了 还是入戏太深对易有了感情 他自己也很矛盾分不清了 但是老易在这里回了一句很有内涵的话 这几天你都忙着想这些 那么反过来老易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呢 那三更半夜在书房又烧的什么文件 注意这里镜头给的火光 在孙中山巷上面在暗示什么 我们先从几个人口中给的线索离一下头绪 老易说最近破了一个重庆的情报站 逮捕了十几个特务